许多羊抵达了黄昏的草场 而风也静下去了 我的裙脚仿佛兜起了愁苦低垂 慌张 不 一些事情我一定要问清楚 你看 就剩我和他 这个字梦 2021 就对我来说 它起伏有点太大 好像过春节的时候 那会儿有点像现在这个季节 就是全都是光秃秃的了 然后有的时候没有什么风 但有时候风很大 特别冷 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 每天干什么工作的也都没有 那时候隐隐地就觉得我要工作 我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后面所有发生的事情 不存在说你要辛苦一些勇敢一些 没有 就是认病了 然后他就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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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自然发生了 每天起来硬着头皮 就觉得我一定要去先运动 先锻炼 先把状态调整好 否则这一天好像会或多或少 有点负罪感似的 但我觉得 我肯定能把这条路给跑通了 还是从身体上到感悟上都有受益吧 你只重复做这一件事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你 抬一个压放 回去 抬一个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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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抱歉的是 因为我太感性 我是属于是我 只要爱你 我的人 我的钱我都是你的 没事 都可以 5月份录了综艺 《再见爱人》 接下来就来了很多的 我觉得就是事情吧 很多需要你去 看清的东西吧 它不是情感 也不是名利 好像都有 又都不仅仅是 中间有几期 我是不敢看的 然后也有骂我的 然后我脸皮又薄 然后我觉得那会儿 好像一看手机 眼睛都哭得有点疼 我就完了 我再这样 我就怎么办 还要拍戏呢 眼睛都感觉不行了 有的人会说我不真诚 这好像是我的一个 慕志明啊 我怎么可以 我觉得这个有点 你说我丑啊老啊 都没事 但是这个让我觉得 太误会我了 非常尊重 每一个人的真情实感 只要它发生了 我一直觉得 就是像大家说的 婚姻是 它是神圣的吧 关乎于事严 忠诚 婚姻里面 必须涵盖真诚 和彼此的善待 如果没有 也不遗憾 或者失落 我干嘛 干嘛非得要到这一步 才能好像是个说法 或者怎么样 不要为了这个 而去推进一段情感 或者寻找一段情感 一定要爱所有 柔软的 全力以赴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有可能再重新出发 比新人还不如呢 因为年龄上 也不是一个优势 我以为我会不适应一些 或者是不是 我已经不太熟悉这个圈子 或者不了解了 新疆拍完以后 我先是去长沙拍的 私奔的外婆 然后一到片场 就觉得好像 觉得很熟悉 很亲切 好像回家了似的 哎呀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好像 就觉得很 等会儿 等一小会儿 我在想原来我们拍戏的时候呢 那个 有时候会挺烦 后场 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还没拍到我 我那个装也不行了 今天到底拍不拍 这么早 给我叫我来干什么 你突然发现 好像那个后场的感觉 重新又再回到 你的生命时光里 像个那种 老朋友似的 近期 没什么机会做梦 近期太累了 好像 天天倒床上 就是来回坐飞机 跟坐上下班似的 然后各种事情 你都要全力以赴 你都要好像 动和静结合到一起 你不要躁 你要先把眼前的 一个事 一个事干好 没工夫做梦了 因为每天带累 躺床上就 有可能我已经身在梦中了吧 不知不觉的吧 我觉得好像我自己 越来越自由了 好像只有我自己知道 它慢慢发生 和转变的事情 包括从眼神 面相上 身心吧 越来越自由 对�来越来越好 对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